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谈一个最近大家投资人比较关心的跟股票有关系的议题 来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一个倒掉的咖啡 当然看这个咖啡杯呢 就是我们有名的小蓝鹿咖啡 瑞幸咖啡的咖啡杯倒掉了 然后呢主题叫做回A 什么叫回A 回A股上市 回A股IPO 那是不是瑞幸公司要回A股呢 当然不是啊 这家公司啊 现在已经被人家骂臭了 它即使回A股的话 恐怕也过不了关 这个话怎么说呢 最主要就是这个 大家都今年除了这个瑞幸 这个因为字铺假财报 这个因素啊 造成股价重挫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在最近这个时刻啊 那它的影响啊 不但是一家公司 不但是一个市场 甚至于是整个国际 对中国对中国企业的这种整体印象 为什么呢 因为瑞幸还会是在美国上市的 知名的这个所谓中概股 本来大家对它的评价还蛮高的 因为基本上国际投资人啊 都蛮看好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内需消费市场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啊 逐渐啊 在转型 过去是有一个外贸导向的 或者投资导向的这个国家 现在呢 慢慢呢 就要内需导向 消费导向 有很多人也许会觉得啊 这个 中国的这个条件 适不适合 对不对 去鼓励消费 那万民哥有一句 真心的话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所有经济发展的目标啊 都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 而不是把老百姓 当做这个压榨的 劳动力来源 这样子的话 你不管是创造进出口 发展科技 最后呢 这个所有的红利才会回到老百姓的身上 然后最直接的方式呢 就是反映在他的生活 跟他的这个消费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瑞幸咖啡的事情啊 闹了一阵时间 但是呢 最近 就是四月底啊 美国啊 美国啊 连续啊 针对中概股啊 提出了 或者采取了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呢 包括这个市场的 这个做事商 证券商 还包括美国政府的机构 我们看这一张啊 这个图的这个logo呢 叫做inter 就是一家美国的电子交易平台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盈透 这家公司叫盈透证券 在中国内地 也有这个登记 也受到这个中国证监会的这个监管 主要是协助投资人啊 进行啊 这种各种 有价证券商品的这种交易平台 那在这个全世界的 所谓的这个网路交易平台中呢 大概排名第五 市占率接近了15% 是一个影响力蛮大的公司 因为瑞幸的事情呢 对不对 这家公司最近啊 做了一个内部的测 这个压力测试 发现啊 这个在美国挂牌的 这个中概股公司啊 如果市值在15亿美金以下的 企业 那么他们的相对风险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未来要对这个企业的 进行各种交易 特别是杠杆性的交易的时候呢 必须啊 较足90%的保证金 哇这个 其实某个角度来讲 对不对啊 对在海外上市的这个中国企业 其实打击是蛮大的啊 特别特别特别是啊 一些在获利表现方面 或者潜在获利方面 还没有这个进入爆发期的企业啊 还在酝酿起的企业啊 其实他们将来在这个国外市场 从事的能力受到严重的考验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的市场啊 相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市场啊 那也是比较健全的市场啊 那它的监管的制度呢 也比较透明 也比较公开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会有许多在国内出成长型的企业 会跑到美国去这个挂牌 特别是很多这个风头 这个公司啊 这个任养的企业啊 比如说独角兽企业 它现在还不赚钱啊 但是大家未来看好它啊 那这种公司呢 如果要在中国挂牌的话 可能呢 有困难 但是在美国的话 美国是鼓励类似的企业啊 在这个美国纳斯达克 或者道琼 或者说纽交所 对不对 这个上市啊 然后吸引这个投资人 看重的是未来爆炸性的这种获利 这个市场啊 美国这个市场是很特别的 甚至我们中国市场啊 将来也是要向美国市场 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瑞幸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 很多企业的美国梦啊 可能会因此而破碎 会因此而破碎 我们看下张图啊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 证监会的这个主席 叫做杰伊克莱顿啊 最近呢公开 叫美国投资人 扫碰为妙 扫碰什么呢 扫碰中国 在美国挂牌的这种 企业的股票 这个认为啊 这些公司的股票 其实相对的这个风险比较大 为什么呢 财报不公开 或者不够透明 或者造假的情况 会比较多 这个万米哥旁边还列了一个表 就是四月份啊 有这个将近二十家 中国的企业 在美国这个股市啊 这个跌幅都超过百分之二十 大家都知道四月份呢 基本上美国的股市啊 已经由三月份的重挫 对不对 慢慢慢慢在这个反弹 但是很多中国股市 在这方面表现的并不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 这些企业啊 有很多在国内都蛮知名的 比如说这个信而富啊 或者说美联教育啊 等等等等的 本来是大家都很看好的 未来的发展性的公司啊 在这一波瑞幸事件 所导致的美国投资人 对中国企业的那种疑虑啊 敢增加的情况之下 其实未来会怎么样 让人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忧 我们再看下张图啊 这个是四月下旬的时候 对不对 美国证监会 跟美国公开公司 会计监管委员会啊 联合发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是要求新兴市场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公司在美国挂牌 必须揭入更多 这个透明的这种财报啊 甚至于还要有一些 补救或者风险防范的措施 这个标题上呢 虽然没有指明中国 但是呢 里面文章的内容里面啊 经常就是拿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在美国IPO的公司啊 来做说明啊 那这个有很强大的这种 影射性 影射性啊 所以很多人啊 开始担心啊 就是说 将来中国公司 要在美国再去挂牌的话 可能难度啊 会高很多 特别是这两年 这个中美之间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冲突 这个冲突从贸易 甚至于新冠病毒爆发以后 在抗议这个方面 对不对 中美之间啊 都有不大和谐的这种地方 这个 而且这个不和谐的气氛呢 已经从这个民间呢 向上到政府之间 甚至于有一些这个 相互的这种批评啊 那这些批评啊 其实就我们中国人来看的话 我们国内公司啊 或者说这个投资人啊 会觉得蛮委屈的 会觉得蛮委屈的 我们看一下张图啊 这是阿里巴巴 这个最近半年来啊 它股价的走势啊 大家可以发觉啊 这个阿里巴巴 随着美国股市 在二月份达到一个高波以后啊 也一度随着美国股市啊 做了一些这个修正 但是最近呢 又稍微反弹啊 到这个最新呢 五月这个六号的这个 美国股市的交易来讲 是195块 其实阿里巴巴算是啊 这个中国企业在美国 IPO的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企业 因为它的获利啊 还有这个评价 还有发展性啊 都一直备受肯定 所以反过来讲 我们这个时候要看啊 就是说一个企业 对不对 如果你做得好啊 你做得好的话 其实啊 不必担心啊 外界对你的这种评价 但是问题是很多 或者有一部分 这个国内企业 到美国挂牌的时候 有一种取巧的这种心理 比如说只想这个狠狠的 在IPO的时候 狠捞一票 这个公司未来发展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没有什么 比较长远的这种愿景 那这种事情呢 它IPO的时候 它不会这样讲啊 它在法说会的时候 对不对 也把公司未来勾发得非常好 但是做一套说一套 这个久了以后 对不对 当然大家对于整体 中国企业 在美国挂牌的这个印象啊 就不大不大的妙了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因为也可能是误会 所导致的这个 大家的这个意见的这种分歧啊 或者说政策的调整 对不对 那国内的市场 还有监管机构 也当然做了一些 相应的这种修正啊 比如说 在这个5月1号放假之前 4月30号的时候 证监会啊 就发布了一个政策 就是降低啊 这个 这个国外企业回中国 A股 挂牌的这个门槛 其实这个门槛 还不小啊 为什么 第一个 它要求这个规模啊 对不对 要达到这个2000亿人民币以上 这是非常大的企业啊 你看看我这个列出一张 这个在美国挂牌的 市值超过2000亿人民币的企业啊 大概有13家 其实很多呢 都是所谓蓝筹股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是 很好的红筹股 所谓蓝筹股就是 像这个中石油啊 或者中国工商银行啊 这些股票 在国内注册 它本身呢 对不对 这个每年的获利都很稳定 这种公司其实 回不回中国挂牌 其实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那当然也有一些 红筹股 是在海外注册 这个登记的公司 然后在这个美国挂牌 很多投资人啊 希望这种公司 能够回到这个 中国来挂牌 大家都知道 这些公司的市值都很大 他们回到中国来以后啊 其实会把市场中的这个交易筹码 一下子变多了 也可能啊 对于国内的资金啊 会造成一些这个冲突 会影响到 其他这个股票的这种价钱 因为资金啊 是有限的嘛 这么大的 筹码这么大的公司啊 一旦回到中国挂牌的话 那它筹码分散以后 会影响到一些其他公司啊 可能在股价上的一些表现啊 所以 这些好的公司啊 回中国来讲 到底是好是坏 还很不一定 就从这种角度来讲 好像有一家好的公司 多了一个好的选项 是一个福利 但是呢 从另外的多面向去考虑的话 有一利 必也有一害 这个利害之间啊 是相互这个依存 相互依存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把这个事情啊 看得对不对 太过于单纯 太过于单纯啊 那其实我们国家 很有一段时间啊 这个鼓励啊 企业到还要挂牌 有很多的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国内的监管制度 还不够完善 你这些企业 一下子 对不对啊 都在国内挂牌的话 特别是早期这些互联网公司啊 是什么玩意 不要说一般投资人不清楚啊 监管的机构 也不太能掌握这种行业的脉动 那就怎么办呢 你到国外去 接受国外市场投资人的这种考验 另外一点呢 就是国内投资人 都以散户为主 以散户为主 那个百分之九十几的 这个交易的这种主体呢 还是散户 那么散户呢 它的这个专业分析评估啊 的能力啊 也会比较差 那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随便的开放一些 好像还不是很成熟的行业 让他们在国内 这个挂牌交易的话 那很可能 对不对 会造成一些这种 意想不到的这种冲击 比如说前几年的 那个P2P的那种事件 这还不是公开上市的公司 这不过就是民间的一种 集资的一种行为 但是呢 就让很多人受到了伤害 这个都会影响到 社会的稳定 但不管怎么样讲 就是整体来讲 中国经济 还是能够 对不对 在全球市场中啊 得到相当的这个肯定 我们看下面这张表 这张呢是 Morgan Stanley国际资本公司 我们这边有人翻译叫明城公司 它编列的这个 新兴国家的这个指数 的这个变化 最上面蓝色的这个呢 是中国股市的这种 回报率 跟其他的市场比起来的话 你可以发觉 相对在新兴市场中啊 这个中国的市场啊 还是蛮有竞争力的 蛮有竞争力的 我们再看下张图啊 也是MSCI啊 他们所做的这个 另外一个中国股票指数的 一个表现啊 那相对来讲 也是啊 这个所谓明列前茅 在新兴市场中啊 所以大家对于国内的股市啊 有的时候 国内投资人一般来讲啊 这个投资的这个 行为模式啊 是比较短线的 总是想说今天买了以后 明天赚了 明天赚以后我就跑 但是天下哪有 这么好的事情啊 哪有天天过年的事情 所以投资一家公司 或者投资一个股市 投资一个市场啊 其实要从长远的角度看 那MSCI 它引导的投资者呢 都是外资 而且都是机构投资人 这些机构投资人啊 在MSCI 对不对 它编列的指数 做参考的引导之下 大部分都是长线布局 所以 万民哥在这边 很诚心的跟大家讲啊 就是我们投资人 做投资的时候啊 眼光要放远一点 眼光要放远一点 不要沉不住气 你看到一个好的行业 一个好的市场 一家好的公司的时候 你可以啊 把投资当作是储蓄一样 你这样经过一年两年三年 随着获利的累积 它的回报率会比你在市场中 短进短出 快进快出 得到的这种获益啊 会增加很多很多 但不管怎么样讲 我们看这个事情来看啊 就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 所面临的这个困局来讲的话 或者说挑战来讲的话 这个讨论起来啊 其实就非常复杂了 也特别是跟这两年啊 这个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这种提升啊 相对的也会 也会怎么样 也会遭受到更多的这种 别人对你的怀疑的异样的这种眼光 假如说你是庸庸之辈 庸庸之辈 我相信啊 没有人会理你 但是你表现突出的结果呢 对不对 别人就自然会吸引别人的这种眼球 这些眼球里面呢 有人是嫉妒的 有人是憎恨的 因为你可能超越了他 或者呢 威胁到他的地位 当然也有可能是祝福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啊 都会反映在 别人对你的这种态度上 态度上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 你要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 其实经过长年的磨难啊 大家都希望啊 中国能够早日 恢复到那个 这个几百年前 或者一两千年以来 这种世界独强的这种常态 可是啊 大家有没有做好 类似的这种心理准备 就是你要做老大的话 要有做老大的样子 如果做老大的样子没做好 变成耍老大 或者冲老大 这种结果的话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为什么呢 你得到别人越高的这种期许的话 相对的你要负的责任也越多 也越多 万民哥啊 这个 有的时候啊 就看一些 这种古代的典籍 有一些文章啊 就感触很深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西汉的学者贾仪写的一篇过情论 大家一提到这个秦国 总觉得 就会跟暴 这个字 就是暴情 暴政啊 联系在一起 但大家有没有回想一件事情啊 秦国为什么 能够并吞六国 统一天下 这个反映出啊 人类国际社会中 有一个普遍的心态 因为需要一个老大 需要一个老大 所以美国过去 长期以来 以世界警察自居 当然有的时候 做法很霸道 但是呢 多数的国家 还真的希望 有类似像美国一个国际警察 维持国际的秩序 维持国际的稳定 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可以安居乐业 然后和平的相互往来 在老大的监督之下呢 各尽其责 不是一件坏事情哦 不是一件坏事情 但是有一天呢 这个世界警察 这个老大 这个天子 达不到 其他人的这种期待的时候 那情况对不对 就会非常非常糟糕 假如在过情论里头啊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 非常非常的 这个一针见血 我跟大家念一下 秦灭周里 并海内兼诸侯 南面称帝 以仰四海 天下之势 斐然向风 若是何也 贾一这里面讲的说 秦啊 能够并吞六国 把周 把周天子 对不对 给推翻 对不对 然后这个结果 是什么样造成的呢 他在南面称帝的时候 对不对 面向全天下的时候 大家呢 对不对 其实是支持的 而且呢 对不对 心悦臣服的 接受了 秦国的这个统治 为什么呢 为什么 秦南面 而王天下 是尚有天之夜 就是秦国 统一国家的话 其实啊 是代表一个新秩序 一个新的稳定的架构的来临 大家都知道 秦灭这个六国之前呢 其实是战国时代 各国之间呢 打来打去 其实老百姓都没什么好日子 所以很希望啊 能有一个定于一的天子 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 大家才可以安居乐业嘛 既元元之民 亦得其安性命 目不虚心而养上 所以呢 天下的这个元元之民啊 所谓元元之民啊 就是普遍的老百姓啊 都希望对不对 有一个天子 能让他安身立命 当此之时 专危定功 安危之本 再与此宜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对不对 秦朝能够建立 一个专制的这个政体 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个道理就是 天下老百姓呢 希望不要再打仗了 希望秩序能够稳定下来 希望每一个人呢 都能够有一片安身立命 这个之处 所以呢 造成了秦灭六国 所以秦灭六国啊 除了秦朝自己的这种态度 还有内部的改革 制度化的建立 然后资源的调动能力之外呢 还有其他国家这些老百姓 普遍的一种期待 期待 就是秦朝要当大国 要当天使 有他的条件 美国要当世界警察 也有他的条件 就是他相对 他能够动用的资源 他的制度 是比较 他的心态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呢 最后秦王了 所以贾一接下来讲 秦王的原因呢 就是秦王贪悲之心 行自奋之志 不信功臣 不亲这个市民 因为秦王 秦王太过于自私了 太过于 对自己的行为能力 太过于自信 废王道 而立思爱 弘文书 而酷刑罚 这个本来应该行王道的 奸善天下的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 甚至于呢 对不对 去恶意的一般人 不同的这种意见 就是你不要做得太霸道的意思 先炸力而后仁义 什么事情呢 都使用他的奸计 然后呢 再行这个仁义 那不行的 那等于有点 欺骗老百姓 以暴虐为天下死 伏兼病者高诈力 安危者贵顺权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 对不对 当然你必须靠诈术 靠这个力量 靠武力 但是当你 这个统一天下以后 对不对 你就要小的去调整 自己的政策方式 秦朝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你今天看看美国的情况 对不对 美国强了那么多久 那么多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人 到第二次世界大人 做世界老大 那他今天呢 开始采取一些 比较排外的立场 打个比方说 开放中国的股市 到美国挂牌 当然一定有利就有弊 利的话就可以吸引 像阿里巴巴这么好的公司 到那边上市 弊的话当然 也会有一些寻衅之辈 像瑞幸咖啡 这种混蛋企业 也可能 对不对 趁虚而入 所以 当老大 享受这个权利的同时 你也要付出 一定的代价 跟义务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回过来 跟投资人勉励 我们看下张图 这张图 对不对 就是外资 在中国市场中 所持的 所投资的规模 估计来讲 现在大概 接近两万亿人民币 占的这个中国股市 总市值的比例 大概接近 3.7% 到3.8%之间 所以 而且你可以看这条 深色的线 它是从 呈现一个 稳定上扬的一个趋势 这个反映出来 第一个 大家对中国的市场 越来越有信心 第二个就是 我们国家 对于外资 外人在中国的投资 也慢慢慢慢 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 这个开放的态度 一方面反映是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息 一方面也表示 我们国家 我们投资人 对自己市场的信息 所以 万民哥在这边 很恳切地跟大家讲 投资 真的不要短视尽力 不要短视尽力 学学 MSCI 那些引导的那些 外部投资人 他们是怎么看 中国股市 我们下一张 看下一张图 这张图有三个线 红色的线 是上海 A股的指数 这个中间蓝色的线 是香港 恒生股指的变化 黄色的线 是美国 道琼斯指数变化 是什么 从2018年 到2019年 10月份的时候 这三个市场的变化 主要一个大背景 是中美的贸易摩擦 你可以感觉出来 道琼指数 相对在 遇到国与国之间 在做 经贸对抗 或摩擦的时候 它比较有大的 这个抗叠性 这个抗叠性 反映出这个市场 相对的健全 相对的透明 相对的包容性 比较广 相对的开放 所以今天反过来讲 如果 有其他的因素 导致了中国的企业 没办法 或者到美国挂牌 的阻碍增加了 其实对美国来讲 不见得是 一件好事情 相对的 中国的市场 能够越制度化 越开放 从某个角度来讲 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也许 在将来 长远的 国际的这种 对抗过程中 股市的健全跟开放 是让一个国家 能不能在国与国之间 角力最后能够出席 自胜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